新的一篇又开始了 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园艺的乐趣吧 饿了吧 吃的来咯 不要到门边 走过去 别急 别急 急什么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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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阳台花园看一下这一颗蝴蝶兰 这一颗蝴蝶兰的花快开败了 蝴蝶兰真的是花期超级长 而且只要选对了这个种植方法的话 养起来还是很简单的 像我这一棵我只需给它浇浇水就行 而且大家看 现在它开始长出这个新叶子来咯 这种嫩嫩的好可爱呀 等这个花开败之后 我再分享一下这个蝴蝶兰花后的一个修剪 以及上盆 期不期待 再来看一下这一盆绣球花 这盆绣球花之前 这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花苞 但是有一天忘了浇水 然后它垂下来了 被这个烈日暴晒 把这个金干这里都晒断了 所以就没花看了 好在其他的花已经开出来了 我发现这一盆绣球花的话 开的花很有特色很漂亮哦 其他的这个绣球花大家看 它的都是四个花瓣组成的一片 而这一个大家看到没 有好多个花瓣组成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谢谢观看